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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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倫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執行長 那最主要我們這個科普飛行隊這個品牌 主要是在觸控雲端科學運用解決方案 那都是針對在一些科學教育上面的一些應用 音樂 音樂 其實我們很少在開發一些設備 例如說要是讓這個化學界或是物理上面 他們不管是研究或是在教學上面使用 就遇到很多問題 直到了大概兩三年後之後 這個3D列印這個方式慢慢起來 那搭配上有很多3D列印這些機種出來之後 逐一的慢慢解決我們當初在設計我們一些產品 這樣的問題 那當然一開始是有點辛苦 因為一開始沒有市場上沒有好的產品 沒有好的這樣的機台 包括好的一些軟體的方式可以協助我們去達成 我們最後在科學應用跟教學上的目標 那慢慢的這個市場慢慢成形 有很多的方便的機器 然後甚至它更人性化的介面 然後更這種friendly的設計出來之後呢 的確慢慢讓我們可以更專注在我們在科學應用服務上面的一些設計 跟一些解決方案的發強 螺絲是很緊的 跟我們的結構應該可以做得很厲害 其實你要去闡述某一些科學知識 要把它普及化 其實那個相對的難度是更高的 研究學常常我們習慣就是用一些比較屬於專業性的術語去解釋 但是大眾網友對這種東西是比較不容易能夠理解跟接受 像這個很有趣 我們後來用3D去做了一個 就是我們一般普拿層的分子 所以通常你可以拿這個分子去跟大眾去說明說 其實你的普拿層吃下去是這樣一個分子結構的東西 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看出來是不是 也是很厲害 它的中文明科化學部是叫什麼 西安 西安就很漂亮 過去比較艱深難懂在課本上的一些3D的這些素材 跟物質跟化學有關係的東西呢 我現在可以用積木的方式去把它堆疊出來 然後來加深過去它在學習上的一些理解 有些就是老師在K版上面畫的圖 就是比較是平面的東西 然後就是有時候不能看它的360度角度 然後就是比較難觀察到 但是藉由這個3D列印可能就是可以了解到它整個結構的構造這樣 3D列印加速了很多這一些教具的誕生的速度 因為過去的這一些傳統的模型 我們知道說可能都要透過開模的方式去進行 但是現在3D列印機的誕生之後 其實這些工作都不需要了 它只要會一件事情 就是透過三度空間的軟體把它給建構出來 它可以很精確地知道說我要在哪個地方是打孔 哪個地方要接上什麼樣的元件 也就是說其實3D列印讓學生也好 或是研究工作者或是一些Maker也好 它可以透過三度空間的軟體 所以在它看在模擬這個模型的時候 其實它就已經知道說 它印出來的東西要做出來的模型 最後會長得什麼樣子 我們還可以把它結合現在比較 開始在流行的所謂翻轉教育的方式 讓它變得跟線上課程做一些整合 3D列印它出來是一個成品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地方它相對也是很重要 就是實作的過程 我們在腦中我們在有一個idea的時候 我想要針對這個idea 我要先做一個prototype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發想 我可以利用這個3D印表機去實作的過程中 我可以發現很多其實我原來沒有想到的問題 那對於學生呢 其實他如果能夠真正實際去操作 其實是比他去聽老師講更多的書本更多的課 來得更有效果 所以3D列印的好處是說 如果今天透過這些專家 他把它設計好的模型之後 這是標準的一個教材 這個東西可以被數位化之後變成一個電子檔 這個電子檔任何一個學生 他都有機會利用一些3D列印的機器 自己去把它複製出來 甚至可能同學之間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簡單的修改一下模型 就能夠達到他們小組討論 甚至說在學習上面 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一些學習的效果 那怎麼樣可以學會3D列印這個技術 怎麼樣能夠真正進到3D列印這樣一個世界裡面來 怎麼樣應用你過去所學的不同的專業背景 然後當然用3D列印的方式去實現 你的夢想中想要打造的東西 我想這個是很多學生跟老師 他們所要達成的一個 他們心中的一個理想跟一個成就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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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